現在我再加我的一段 這裡我就先 這樣子 我就先把自己的 角度我把它轉回來一下 其實我應該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好了 你有沒有覺得老師上課好嗎 好 其實你只要用一般的網路攝影機就可以了 好當然如果你要求 比較多的 像我前面這一台我是有廣角的 所以我靠的比較近的時候 還不會覺得頭很大顆 這樣了解嗎 好那 我在這邊 這個鏡頭給你看幕後花區 在這邊 這裡 我把這個關掉 給你看這邊 好 這樣有看到幕後花區 那我再把另外一個鏡頭把它抓進來 這裡 這個是我前面這裡還有一個 我只有上這種課有機會坐下來 平常我都站著上課 好那你現在看到這邊 我把一樣 我這邊我就 錄製 這裡我就開始錄製 那我現在在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 這樣 有沒有把幕就擋起來了 對不對 好 擋好之後呢 你現在看到我在這裡 我把剛剛的背景打開 你可以 做氣象主播嗎 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按右鍵 有個叫濾鏡 在下面這裡 都效率性 這裡有一個叫做色度鍵 色度鍵 那有些人會搞錯搞到色彩 搞錯弄到這一個 我們是上面這一個 好色度鍵 好你按下去色度鍵之後 確定 這樣就進來了 那預設呢 我們綠木 藍木 所以現在是綠木的 OK 我就調整一下 好 差不多 真的嗎 跟後面是有一起的 有沒有 有沒有去掉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來當氣象主播了嗎 這裡 那下面這裡 我會再調整一下 看看 誒 可是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我上面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 是沒有 所以我會稍微裁切一下 偷偷按個按鍵 裁切一下 我要坐後面一點 因為我這個鏡頭是沒有什麼 沒有廣角的 請問這樣有沒有即時的 但是我不能站起來 這樣你了解嗎 我們已經進到攝影棚裡面了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唉 好像還不夠 一定要羅馬柱 還設個講台 有沒有 我就擺來前面 好 講台在這裡 這樣太大隻 我們小一點 我都有做那個陰影喔 所以我上來一點 人不用那麼大隻 上來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最好的方法是我要做後推 因為我的上半身是比較拍得大 好啦我只好把我的椅子拿掉 我只能用這一種的有沒有 自由調整比較方便 小隻一點 請問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們就開始報導氣象 你要知道氣象報告也是這樣做啊 他們在現場也是都是藍木綠木啊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那個主播有沒有 比較伸手的 他就眼睛斜斜的看著前面 他沒有在看你 因為他會看到大隻報 或是那個影片 因為他們在現場看得到即時 就好像我們現在看自己一樣 看得到即時就是 就是出現的經驗 所以他要告訴 欸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 這邊有沒有 跟照鏡子一樣齁 左右點檔 我們現在台灣 啊這樣不行 這樣會滲出去 我要變魔術 在這邊有沒有 欸颱風比較齁 這樣了解了嗎 請問這樣 有看完幕後花絮了吧 可以齁 等一下 律服會到你家好嗎 你以為我帶這個來幹嘛的 因為他可以移動啊 所以 等一下 你們 就可以試看看 我的攝影機會進 OK 好不好 來